好厲害喔 你這個根本就是群魔亂舞嘛 對 我想說外交接 好會接還接回來前面那一種 拖時間啦 來了我們就要介紹 對… 我們歡迎天王巨星 吳宗憲 不敢不敢 兩位大哥 都是你啦 我拖拖子 你不要走啦 最近在當球瓶是不是 換你啦… 憲哥…我很好奇耶 以前的那個貼在外面的海報啊 為什麼要寫外號 號外… 還大號咧 這位是誰 這個是… 這華一寶 華一寶 這還劉浮俊你看 劉浮俊 哇 好帥喔 哇賽 小劉 你這個照片是50年前喔 有我的帥 有耶 一弄就是小劉 喔喔喔喔喔 對啦 你差不多多少 我本來就是這樣而已 對… 我現在買的又差不多 都沒變耶 他真的是 因為他心情好嘛 每一個看起來永遠年輕嘛 對不對 再次感謝我們康宏康大哥 謝謝康宏大哥 你休息一下…辛苦了 謝謝康宏大哥 謝謝康宏大哥 所以康宏來的方俊 俊拔 這也是不得了的大哥 他是我前輩 他還你前輩啊 他紅的時候我還沒出到 他真的啊 大前輩 多紅啊 大前輩大前輩 所以你看以前的歌手 以前的主持人 有一個特色 你們都可能都沒發覺 他一定要 也能唱歌 對… 說學都唱 我不是也能唱歌 是… 因為我剛出道是唱歌的 喔… 歌星俗稱 就是歌星耶 一出來就是歌手 欸…我華視歌唱訓練班 第一期的 而且那個時候 那時候跟現在的 那些野歌手不一樣喔 人家是有歌星症喔 歌星症 一定有歌星症 歌星症 還要去唱藍天白雲有沒有 還有凱旋歌 對 凱旋歌 我們是年輕的野圈 那是海燕啦 我也海燕啦 我…我告訴你 你也考過嗎 我也有歌星 真的喔 你第幾期的 方峻大哥有沒有看到 歌星出道 對 然後慢慢為了家庭環境 要養家 廚師也就來了 但是… 也不是 也不是啊 在歌廳喔 那個時候上檔是 三個月一次 要輪流的 要輪流 再大排都一樣 對… 那我們家境不好嘛 心裡想說 能夠永遠待在這個地方 對 這個演完下一檔 你看 我可以在下一檔的 不一樣的地方 萬一我們下檔之後呢 什麼時候在上檔 不知道 遙遙無期 假的 所以說有一次呢 送我運氣好了 那歌廳後面 都有一個大戲 大戲角色多嘛 對… 那個導演要少一個角色 叫我去嘎一角 一演就演上 演上 對… 那後來是怎麼去那個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那個時候是製作人曹錦德 他找我過去的 因為我從小就是看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那那個又是不一樣 那個我的印象應該至少二十年 十幾二十年 二十幾年 我連歌詞都還記得 甜甜開心 甜甜開心 阿公的母 我們唱歌是我倡庫 共親出名是一母有一母 來喔來喔你不要這麼多 來喔你不要這麼多 公子孫 阿嬉帶子 紅子母 阿嬉帶子 小小女大疆 阿公在那裡嗎 阿嬤很不好意思 阿公阿哥阿嬤又塞一個萬倍 阿嬤這麼在 是阿公在看甜甜開心 阿嬤在心裡 你真的有被 真的有被 粉絲 那個時候只有三台 三台開機率是70幾 我們的收視率將近70 嚇死了 嚇死了 全台灣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看 對啊 我們很可能 以前歌廳 一直跑場 365天當500天在用 我怎麼搞不好 我們對有出場唱歌沒有出場 有冷氣唱歌沒有冷氣 36比賽也沒有了 為什麼餐廳秀會變少你知道嗎 因為主要是電視文化已經變大了 大家看電視就有了 以前在歌廳秀才能看到 現在電視台都有 打開電視就有 然後三家電視台到最後變成30台 現在100多台 現在100多台 晚上睡不著覺 103台 還有和尚念法華金給你 有 第六章的主要章節 憲哥多多出來走走 真的 黏兩句就睡了 對啊 為了要生存 所以你要跟別人不一樣 對 比如說原始我看電視 我看他超曲態 他會歪嘴巴 對 有這麼歪嗎 有很歪 很多人就喜歡他 我說歪嘴巴也會紅 那你也來一下 我也歪嘴巴看看 可是他歪右邊 我要歪左邊 也是只有一邊 是 我就開始練習歪兩邊 兩邊怎麼歪 兩邊不好歪 10個好 10個好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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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漢孫你好 我你好 我會另外一邊 真的 我只會一邊 而且還能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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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今天就拿出你的這個絕活 好 好不好 咱們來玩一段好了 好 車長漂亮姑娘 還沒辦法補乾脆 漂亮喔 車長漂亮姑娘 這個歌好久沒聽到 但是音樂一出來 你肯定都是耳熟能響 對一定是 當天去看他們歌廳秀的時候 你在底下 你不是來聽歌廳秀 你是來唱演唱會 你就是這個主角 在底下跟大家一起唱 好不好 好 方俊 方大哥來 來 謝謝 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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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